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莫不是沉浸在很多你喜欢的东西里头 如果说你喜欢艺术的话呢 那咱们就到艺术之都去看看吧 如果说你喜欢美食的话呢 那我们也可以到非常到处都是片满美食的地方去 其实在欧洲就可以满足你各式各样的需求 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在欧洲方面很专业的导游 Terry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们 大家早 对啊 我觉得其实讲到欧洲的旅游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心动对不对 很多女生在结婚的时候蜜月旅行都想去欧洲一趟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让人觉得很满足梦想的所有的一切需求 对啊 喜欢美食的有美食 喜欢那个 才购买购买的 才购 对对 喜欢时尚的有时尚 对啊 喜欢古堡的有古堡 那我想请这个帮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 Terry 你如果说第一次去欧洲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玩比较好 对 那因为欧洲呢 它有45个国家 所以第一次去欧洲旅游的 我实在是不建议说你第一次去一个单国了 因为你去了意大利存异或者是去了存德之后 你会发现说你还有44个国家 那什么时候要去 那所以一般我们在行程上最热门的行程 我建议就是义瑞法或者法瑞译 第一个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意大利呢 它有古罗马2000多年的历史 然后在威尼斯可以看到很浪漫的水都 然后在米兰可以看到哥德式的大教堂 那在佛罗恩斯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式的一些建筑 甚至于你在比萨可以看到一个罗马式的鞋塔 那另外呢 在瑞士的部分呢 因为你到阿尔佩山山区里面去 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壮丽的山景 然后很多的这个冰激湖的湖泊 所以叫做湖光三色 然后你到了法国之后呢 你到了巴黎 巴黎是时尚之都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新古典籍的建筑 甚至于我们到法德塞公可以看到巴洛克斯的房子 所以如果你到了伊瑞法或者法会议的话呢 你等于是把欧洲整个历史呢 大概概率的看了一次 然后再来享受 再来再想说 第二次再做深度的旅行 嗯 对 其实我们去做一个欧洲的导览 概览是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这个Terry介绍这三个国家 其实过去都是 不管是在文化上面啦 或者是政经的实力上面 都算是在欧洲领先方面的国家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而且这三个国家 人民的个性也不一样 对对 特性也不一样 对啊 所以去旅游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很蛮不少事情的 可是另外我想请教就是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规论朋友 很多人已经都去过欧洲了 对 如果说想要再去欧洲 想要再去玩的话 您建议有什么样的方法 像现在很流行所谓的主题旅游 对对对对 是可以做这样的规划吗 对对 没有错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把这三个国家跑遍了之后 那我们再来就是 可能可以到德国去 因为德国呢 它有很多的古堡 然后另外有什么像童话大道 那像我们在德国的部分 像现在市场上所谓的 纯德的行程呢 它会去的很多古堡 像有去什么马堡 新天鹅堡 这个海德堡 瓦特堡等等 那这个 这个 即使我们知道 迪士兰乐园的这个古堡 也是仿造 这个夫神的新天鹅堡所建造的 所以这个 德国的古堡非常有名 那如果各位呢 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话 当然不可以缺少维也纳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18世纪之后的 古典主义慢慢兴起之后呢 当然有这个 最早呢 这个约翰斯德老师 这个 法兰兹约首乎海顿呢 把这个 确立了这个古典乐的存在 然后呢 这个莫扎特呢 把它精致化 然后贝多芬把它发扬光大 还有后来的 这个约翰斯德老师 还有这个 舒伯特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 这个美食之旅的话 当然少不了就是 法国跟意大利 对啦 还是这两个国家 对不对 其实讲到这个 刚刚你提到这个 德国的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也曾经介绍过 就是有专门一团 来看 德国的歌剧 德国的音乐 德国的歌 可是这个消费 真的是不便宜 所以去欧洲 你要规划这样子的 一个主题旅游 包括比较精致的 包括你想要遍上 意大利的美食 法国的美食 对对 那这个东西是 消费就会相对比较高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到 欧洲去旅行的话 每一个餐的费用 大概都将近 要到20多块欧元左右 20多块欧元就是 800多块台币了 对对对 跑不掉 1000多块都跑不掉了 对啊 光是简简单单一餐 一餐就要 对对 这样子 那其实可是在法国跟意大利 真的是我们要讲到说 因为法国也算是 全世界四大美食其中之一 对对对对 意大利其实也是 所以其实他们在用餐方面 其实很讲究的 那其实这个酒也很重要吗 对酒也很重要 当然这个酒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整个欧洲的产区的酒 大部分都是在法国跟德国 跟意大利这一代 那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葡萄种植的区域呢 是在这个北纬的30度到50度之间 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这三个国家呢 他们产的酒都非常的有名 OK 那另外我们就是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因为你第二次规划 你可能会自己去 你可能不会参照旅行团的去 那你有没有什么 比较建议的方式 还有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对 那如果你已经有 跑过了这些国家之后呢 觉得想要再重游的话呢 当然很建议现在 很多航空公司 有很多的一些套装的一些行程 比如就像华航有什么 华航的精致旅游 长龙有长龙的长龙假期 那他们都是 包括了这个来回的机票呢 加上这个酒店 那比如说我到巴黎呢 7天呢住4个晚上 他还这个机场接送 还有早餐 甚至于还有半天的 这个市区观光 那这样的话就很适合你自己去 当地的跑 就是自己要规划一下啦 那可是我们在当地 我们交通方面方不方便 交通的话呢 在整个中西欧的部分 是还蛮方便 有这个火车可以到达 那如果您到东欧去的话呢 因为东欧的高速公路 并没有这样的多 那火车也 时刻表也 不是这么准确啦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 这个旅游的风情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了 就是了 所以整个旅游的品质来讲的话 可能要有一些 这个行李的准备 那不过其实 我觉得Terry今天 带来很好的消息 就是说我们其实 在规划欧洲的旅游行程的时候 我们不妨 我们可以按照 我们自己个人的兴趣 也或者是按照你的期待 你可以去规划 现在其实都很方便 都很安全 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上我的部落里去查询 OK 好 怎么打 就Terry 到时候就进了熊师的网站上面 有个部落格 就可以点进去 找陈荣睿就可以了 陈荣睿 那个名字要记得了 所以他其实真的是非常 很专业的导游 也今天非常谢谢你 谢谢 然后给我们这么好的知识 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 各位再见